动词时态过去式是用来表示过去的事实、习惯或者是经验 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常常会配合过去的时间 比如说有 ago,多少时间之前, yesterday,昨天, last week等等 所以同学不要紧张,我们可以从时间的副词判断出来 要用现在式还是用过去式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我们来看一看例子,第一个例子 he used to take a walk in the early morning in the early morning就是时间的天余 used to,看这里,used to就是以前常常,这是固定的写法 这个to要加圆形动词,这个to是不定词to,加圆形 所以第一句的例子,意思是说 他以前常常散步,在大清晨散步 这是第一个,不能写到ing,要用圆形take 第二个例子,I bought this cell phone when I was in Japan 这个是额外加进去的一个时间的副词子句 连接词用混来连接 所以你看这一句,我买了这个手机 是什么时候买的?当我在日本的时候 前面一个句子,后面一个句子,基本上两边的时态会互相对称 那么后面是讲过去式挖子 因此前面买应该是过去的事情 它的动词三态是buy,boot,boot 我们容易写成buy的,这个是不对的 继续,我们来看三题的翻译 第一题,我以前常常 好,这个就是 以前常常就是固定的一个表达方式 主持,我 以前常常怎样?吃 诶,动词在这边吃 在素食店,这只是一个地方的片语 吃什么?吃早餐 早餐就是寿池 所以答案应该是这样写的 I used to 以前常常 后面加原型动词是什么?吃 可以用eat 也可以用have 吃早餐 my breakfast 吃我的早餐 然后把地方片语写到后面 在素食店 这个素食店是随便一家 并没有指定是哪一间素食店 所以我们用不定贯词 at a fast food store OK 这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 把fast food给它用 high分连字要连起来 就变成形容词 在一个素食的店里面 看第二句 消失后 如果用片语来写 这个是英文就是 in my childhood 这是童年的时候 假如我们是改用字句 那就有表时间 要用 when I was a child 这两个答案都是接受的 后半段是我 主词 动词是喜欢画 画什么 卡通漫画就是我们的售词 所以主词写出来 我喜欢 我们用like to就可以了 这个要注意 因为我们是讲小时候 所以时间是过去了 那不要忘掉 like要加的 这样子才是表示过去 I like to draw D-R-A-W 画 售词出来了 卡通漫画 卡通漫画 英文就是用 Kartons C-A-R-T-O-O-N-S Kartons 本身就可以当 卡通漫画的意思 这个就是 第二题的翻译 继续 我们看第三题 去年 这个是时间 有 这是固定的用法 D-O-B 数百人是主词 在车祸中上声 在车祸中是一个 表示状况的片语 上声就是死亡 被杀害 所以这是被动 上声 我们现在按照 我们所学过的 先把D-O-B写出来 因为这是讲去年 所以我们要用D-O-W 主词是数百人 很多 所以要用World 数百人是Hundreds of 小心要加S 因为好几百 所以有负数 这个Hundreds of people OK 这个是主词写出来了 家具我们要写的是 车祸的上声 英文表达是用Kill的 被杀死了 被杀害 所以我们 数百人是被杀害的 我们用Kill的 在什么情况下被杀害 在车祸中 英文叫 In 好 In Car Accident Car Accident 就是车子的意外 车子的意外很多 所以我们 Accident 要加上一个S 这个才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要写单数 也可以 那就写 In The Car Accident C-I-D-E-N-T 那么我们改用另外一个好了 车祸也就是我们的交通意外 这个也不错 好了 这就是我们 第三题 有关于过去式的一个 表达方式 始至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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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 stop OT 有一步 继续